虽然体育中心有开放运动器材的借用 但还是希望有运动习惯的同学 能够携带自己的运动用具来使用 体育中心的器材主要是上课跟外界使用 所以我们的器材原始上都在每个学期都会做一次更新 如果说在有损坏的状况之下 就是会依照它的价格来做黑场 所以同学在使用的时候 第一个在借出的时候要确认 就是说这个器材是完整无缺的 就是没有破坏的状况 那在使用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 同学应该依照自己的身体状况 有计划性的做训练 避免过度使用而造成运动伤害或是器材的损坏 现在健身房使用率其实是非常高了 那我们现在就是固定每天晚上 从九点到十点 这个时间是没有开放 就会做清洁维护的工作 那每个月至少都会请厂商来做一次固定的维修保养 希望就是说整个器材都是在可以堪用的状态 当然现在因为使用率非常非常高 那这些器材的损坏的程度也会比较平凡一点 健身房里面其实都有安插一位所谓的指导员 除了场地的清洁维护以外 他还肩负的就是说在器材使用上面的指导 器材都是在堪用的状态之下嘛 那会造成危险可能是错误的使用会比较多啦 很多人会在留言板上面写说 就是哪个东西坏掉然后很快就好修好 其他部分我是觉得像攀岩的部分蛮可惜的 如果攀岩可以借器材 然后让我们自己尝试用的话 就会比较好 之前有那个什么杠片短掃 然后反应过后有增加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处理的还蛮积极的 器材的部分的话那些出界的器材偏老旧 但是堪用 如果可以的话就拨点经费更新它 然而光靠维护和修缮 还是无法解决所有的器材方面损耗的问题 像是保龄球馆的机器 因为老旧导致一些零件购买不到 我们保龄球馆现在都可以维持到 至少六到七道的正常的使用 但是因为那个球道已经算是比较老旧的球道了 所以在使用上午运则上我们都以自己维修 或是请厂商来维修的方式 但是这个有一些困难 因为器材比较老旧 所以很多的零件不一定能够找得到 所以我们尽量就是旧的零件 或是以没办法使用的球道零件来做拆解 基础的保养 比如说上游 或是机械的这个维护 其实我们就是经常性都有在做 体育中心的设备免费提供给学生使用 在使用的时候也请小心爱护 让下一个人可以继续使用 中正一报 陈一杰 张佩莹 中正大学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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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не买 作词 订阅 订阅 订阅